大人们去到了追风宝居的身上啊 马匹现在出闸之后呢 很快抢领放的是冥望之星 冥望之星带出了有一个马位 跟在它后面的是黑背 然后一个多马位之后呢 才有火箭星 然后呢就是这个马鸡呢 就守在内侧 跟着一个马位之后呢 是崛起六一 然后呢在外面上来的 就有浅蓝色彩衣的追风宝居 夹在中间的这个马匹呢 就看到有这个林家创世了 大概是一个多马位之后 还有一匹猎鹰奇兵 另外呢就是格子彩衣的日思夜想 那后面的呢就有看到就是衣锦荣归 另外一匹青绿色彩衣的则是高大上啊 现在高大上距离前面领放的马匹 已经超过了十个马位 因为呢这个冥望之星啊 把这个早段的前述带得非常的快啊 现在呢它在前面呢 已经是带出了有四个多马位了 然后呢后面冲上来的呢 才有这个黑背啊 一直想要靠近都没办法 接着转路直城的时候呢 现在迷望之星还是在前面带 那现在呢这个距离 幸好已经开始拉近了 马金 马金现在开始要追了 马金现在先超越的 就是这匹黑背 然后呢再继续的超越这个迷望之星 看看后面它的最强的对手在哪里啊 追风宝居 追风宝居落后的蛮远的 马金 马金现在在前面啊 哇果然是走势很好 马金在前面带出有一个马位 后面上来的马匹来不及了 马金终于赢了 然后呢就是这个中间杀上了一匹 崛起六一啊 然后呢还有这个黑背啊 或者是外面应该有一匹 这个是猎鹰奇兵 然后呢中间的还有林家创世啊 明望之星 日思夜响 接着是高大上 然后呢有火箭新 伊井荣归 还有这个追风宝居 好了 刚刚不应该说马金终于赢 应该说的是 谢温都终于赢了 人家马金一直都赢了 是是 人家应该说 这个马金把骑士给拖回来 不管怎么样了 总算赢 而且呢是赢得很有信心 本来一出闸的时候 看到这个大人们落到追风宝居的身上啊 结果一回来 怎么又变回马金了 然后呢这个黑背 跑一个第二名 正常啊 正常的 接着呢